明末是不是比清末还没骨气 永历祈求罗马教皇援兵 你要说这个事啊 就是南明永历皇帝信教了 信了基督教 然后包括皇妃什么的也信教 甚至他还说我这个朝廷就是都是信教的 目的是什么呢 寻求西方人洋人的军事援助 首先是有这个事 南明永历帝他们确实是 一直在寻求洋人的军事援助 而且就不管永历帝自己是不是真的信过教 应该不是真信 但是他确实是派人 就有西方的传教士就跟教廷同信 说永历皇帝已经信教了 这种操作确实是有的 但是呢我倒觉得吧 首先咱好像也不能说他这事这叫汉奸 因为毕竟他也没有说啊 杨大人你们帮我来打 打完了我天下分一半给你 或者你是父皇帝 你是杨父皇帝 我是你的忠实儿皇帝 没有没有这个 只是以信教为筹码 然后去要求援助 还谈不上出卖国家什么的 你说这个事算不算没骨气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吧 也不至于吧 毕竟他们从来没说过 割让领土什么的 没有那肯定没有 顶多就是答应啊 外国人不是一直要求做生意吗 多开通商口岸吗 了不起也就是接受这些 就这个事跟溥仪跑到东北还不一样 不是一个性质 那个是纯粹卖国要分类国家 总之呢这事结果是什么呢 就洋人也没太搭理他 短暂的稍微给了点忍住 但是洋人首先也知道南明肯定是不行 而且当时清朝过来之后 也跟洋人接触 然后洋人感觉呢 哎满清这个政权 其实更开明 而且更高效 更开放 还不如跟清朝打交都算了 总之这事也没什么实际性的成果 为什么觉得李自成成不了事 李自成离成事距离差的太多了 比李自成再强一个级别的 大概是张世成那样吧 张世成成得了事吗 比张世成再成一个级别的 那都不能是陈有亮 那就大概你是孙权 可能都不如孙权 就比张世成只强一个级别的人 大家觉得应该是谁呢 黄朝 不不不 黄朝不如张世成 黄朝和李自成是一个级别 哎袁绍差不多 什么宇文泰曹操刘备 比张世成肯定不止强一个级别 袁绍差不多 李密可能差不多 陈有亮可能都不止一个级别 陈有亮至少是强1.5 那就是说啥呢 袁绍 李密 支流 比李自成少说高出两个档词 就张世成 袁绍 大家觉得成得了事吗 是不是也都成不了 那就更不要说李自成 很好 aré 张世成 朱